上次在酒店跟老板闹掰了 今天打算另闹出路了 不当了 我想找个正式的工作 那我给你介绍一个你要不要 啥工作有没有发展 有个女傅婆想招护工 我看你挺合适 你当我是什么人呢 定位放给你了 你好熟人介绍的护工 先来先来 怎么称呼您 我叫我花开富贵 你就叫我花这就行 行 不用花钱直接去 好的花女士 来小伙儿喝点水 那个大姐 我看你的身体也挺好的 然后你的房子也不是很大 你是真心要招护工吗 接个电话 喂人看着了 还行 那你看公司 因为给多少钱呢 那就一万吧 行的就这一万 好嘞 那个你要行的话 你就在这做护工 完了你的月份 你万块钱 你看行不行 行行啊没问题 没问题 行的话那你 你就去赶紧收点饭 因为你两天孩子 今天晚上要吃饭 行没问题大姐 没问题 我孩子回来 我下午行 好好了好了 我就是收拾 一月一万 命的这么好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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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这事你给我 接上来户工吗 赶紧进来 来快冷 快看见 你 咪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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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闻你头发迷人的香气 这味道我一辈子不会忘记